我們開放寇雲,得尾是桃園的王小姐 王小姐妳好,王小姐 主持人妳好 妳好 我十九號一天,我也參加外交 我到處都是人 連那個外省人也跑過來 外省人一堆老婆 大家的老婆很小 他帶著一個兩歲 還有一個三歲 他帶著一個娃娃車出來 我問他是哪裡人 他說他是臺北人 我說你為什麼要出來 我看臺北人都在搜狗那邊買東西 好多人生意很好 他說他小孩養不下去 臺北人 講是外省人 那你看 阿廷走到處都是 搶聲 連那個外國的老婆 他也說你要貼近民意 結果他也是 到處被搶聲 也被記者林毅林搶聲 所以他很不滿 所以他才會拿阿扁出去 郁家之罪 何患無恥 然後再來 我覺得民進黨 不要再去摧捧周美慶了 周美慶根本就是一個黑心巫婆 你一直捧他 你的中間選民都被吸走了 小英這次會輸 就是周美慶害的 你們不要再摧捧他 你們民進黨要特別注意 不要再講周美慶有多好 他根本就是一個黑心巫婆 不然你們票被吸走 小英的票就是被他吸走 你們不要再講周美慶怎樣了 王爺姐謝謝 接下來是三支的曾先生 曾先生 彭姨你好 你好 對 對 他說到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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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姻阿姨老母 我剛才有跟他分過 我 不吃不喝 十八年才有辦法買一台 他四年就換一台 是 他說苦民所苦 我反而是看人民受苦 他看到人民受贏就很爽的 很高興的高調 這基本就是 而且國旗 國旗根本就是 台灣區區域 台灣人民要站出來 要把他抗議 要把他保育總統府 不要讓他繼續這樣做 這樣鬆快 好,謝謝 這位曾先生 接下來南投的李先生 李先生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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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李先生在嗎 好,來,我們接下一通 來,高雄的陳小姐 陳小姐你好,陳小姐 喂,你好 你好,陳小姐 你好 是,請說 我只是想要表達 那個DPP支持推動罷免的 我覺得啊 我也贊成這個 罷免立委是不是 對 因為今天啊 我的確看到很多 呃 屬於欄尾的 很多事情他都沒有在做 嗯 然後呢 也許可以啦 我沒有任何的政治立場 嗯 好,那但是呢 今天 馬英九你要做 你要做什麼事情 現在我們也不能動他 嗯 但是今天 立委 你是前線 你是要代表人民的聲音 嗯 問題是 你代表了人民什麼聲音 嗯 沒有 嗯 我覺得反而是 你們在觀山勾結 嗯 你們勾結得很嚴重 很厲害 嗯 然後呢 你再抱 馬英九的大腿 嗯 是 好 今天能夠罷免你的話 如果能夠罷免一個 算一個 嗯 尤其是 我們 我們 我們秉持著良心 去罷免那一些 沒有在做事的立委 是 好 陳小姐,謝謝 好,來 接下來 苗栗周先生 周先生,你好 周先生 你好 周先生,你好 你好 你好 說那個 我能夠 辦阿扁辦公室貪污 這樣才會可能 認為他是很親戀的 那周美青說 他們 說謊 民的 嗯 不過他沒有跟別人說 他說謊 民民的 嗯 嗯 意思 意思是怎樣 你先知道 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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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的 現門連 全門連 都靠那一棵槌 有意思 他治國就只能說那一棵槌而已 是 那不能換賺錢 是 還說 減碳 說叫人要減碳 意思是 六、六、三 不能用燒炭自殺 只要用跳海 或是跳樓 是 哦 周先生謝謝 來 花蓮張先生 張先生你好 張先生 你好 我再講一個法令的問題 你好 那個有關那個 那個 中油或者是 電 那個 台電的公文 不能看 但是政府有立了一個 政府資訊公開法 所以相對的 就是我們 就是我們 被他傷害到前面 我們可以去調位他的公文 可以抄路 抄寫 攝影 都可以 行政程序法 第46條 也是一樣可以去看他的公文 為什麼不能看公文 還要特別做什麼什麼的 這個保密的公文 應該不用了吧 另外那個 情字系統搜集的公文 我坦白說 情字系統 有調查局 有那個 有國安局 還有那個什麼 憲兵調查局 警察局的保安室 跟那個刑事組 他們調查的公文 都是看報紙比較多 那個隨便都是不重要的 難道他別有儲存了 這麼多最愛的公文 我相信 沒有機會上班過 謝謝 謝謝 好 張先生讀下來 彰化的方先生 方先生你好 方先生 你好 方先生你好 鄭先生你好 你好 我跟你講 這是民進黨錯誤 為什麼不包圍總統府 為什麼不包圍總統府 這樣對嗎 為什麼小英這次不會贏 三隻小豬 方先生謝謝 來台南葉先生 葉先生你好 葉先生 宏宇你好 你好 大家民粹你好 我看你的節目看了很久 是 但是我很擔心 因為你最近都會引用民調 但是民調 你像TVBS 是 甚至聯合 宗室 因為他們現在已經贏了 贏了 他們現在做的民調 會比較真實 可是你剛才大選的時候 他就敢模糊我們的民調 你現在用他的民調 我感覺說他的民調是真實 不過他像溫水煮青蛙 到我買了 到我大選的時候 他還有一些真實 他又沒有做出來 這樣我們現在一些 我們自治本土的人 我們去用騙的 類似像羅蘇蕾 他們已經都會贏了 贏了 開始要被平衡研究 這樣讓我們感覺 我們有一個錯誤 說 他們的立委有得好 根本 他們國民黨 他們的骨頭 他們就是 他們就是 大中國的情節 所以第一點 我希望宏宇先生 這點 你可以讓我們的觀眾 有一個警惕 第二點 我說 我建議 林委員 立法委員 我們民進黨 因為我們民進黨 我們有設監管專務 但是我覺得 這樣子不好 因為我們要監管專用 就是說我們現在 我們要罷免 我們既然我們決定要罷免 我希望我們是 罷免的狀況 專戶 我們直接就用在那裡 我們的帳戶 很明瞭 明顯 這是 小弟 一點小小的建議 不好意思 謝謝 是 多謝 葉先生 多謝 來 台北李先生 李先生你好 李先生 你好 李先生 你好 李先生 喂 李先生 你好 李先生 你好 李先生 你好 你好 這個很難打進來 我們這個無能又欺騙了總統 我們說要馬上罷免他這個 門檻太高 應該先把那些 反對我 打倒我們健康的這個美牛的這個 他們贊成的這些藍色的立委 先把他罷免 他的職位就 他的職位就會比較少 那我們 要推動罷免總統的時候 才能過關 如果不把這個藍尾這些 贊成美牛的這些 害我們健康的這些藍尾把它 罷免掉 我們一方面我們可以健康 另一方面 我們可以 達到罷免馬英九的這個門檻 好 他現在說也要罷免民進黨的立委 這是應該要從這裡 從罷免各區選出來的這個藍尾 這個去罷免他們 把他們六十四席 把他拉下八席來 他就沒有辦法 那個 我們就罷免總統 就很容易 好 你現在謝謝 好 來高雄陳小姐 陳小姐你好 大家好 你好 重要的是 不是美牛案 是應該說寬牛比寬牛症 嗯 第二點 馬英九把我們台灣的人 或是 這幾年的統治 都變成你們是殖民地 嗯 什麼叫做殖民地 有資有的都拿去吃 哦 就頭盤 那個炒股票 炒股票的外資 外資 雖然可以不用扣稅 嗯 炒股票的 所以主要喔 證守稅不是在普通的 大家注意聽 嗯 是因為我今天是財團之一 我就拿二十億來炒 所以小市民 大概都得 嗯 然後第三點 好 第一點是剛剛講的美牛案 是狂有症 第二點是那個 好 然後第三點就是 我們現在是已經 負債這麼多 所有的公務人員 18%都知道國家的財政會倒 嗯 第一個 財政會倒 好 那些老師 博士都知道 可是沒有人 敢真正的寫出來 或是在發言 或是在公開的場合 都不講 嗯 那我們怎麼辦 第一個 這個 如果是世界各國的領袖 都已經自己下台了 嗯 那他不下台 有人就槍殺 就死了 然後再來 我們現在負債二十幾億 人民還能准許這些 那些所謂的 所謂的法律來制裁 台灣的法律 只有要用的時候 那個人可以用 我們百姓的都不能用 好 那怎麼辦 台灣潛在性的負債 現在是二十二兆 二十二兆 來等一下回來 我們繼續討論 先休息進廣告